电影开始于一场全赛 比赛双方分别是香港选手陈薇和泰国拳王巴伯 比赛刚开始没多久 巴伯就因为犯规被裁判警告了一次 就在裁判转身询问陈薇有没有事的时候 巴伯突然一脚踢在了陈薇的后脑 裁判坚状生气地警告巴伯 如果再有下次 自己就罚他下场 场外的陈雄见自己的弟弟被人偷袭打倒 他激动地让陈薇赶紧起来去打倒巴伯 之后经过一番打斗 陈薇一脚踢破了巴伯的额头 巴伯的伤势认为巴伯已经不能再继续比赛了 随后裁判上前抓起陈薇的右手 宣布今晚全赛的冠军是陈薇 这是旁边坐着的巴伯突然抱起 一膝盖顶在了陈薇的后背 陈薇倒地后 巴伯还在陈薇的后背补了几脚 陈薇见状连忙冲上全台和巴伯打了起来 警察和记者也都立刻冲上了全台 一时间全台上一片混乱 镜头一转来到一间酒吧 一个叫七叔的老头告诉陈薇 那帮新来的人说有事要找他谈谈 约他明晚一点在全湾新南基地见面 对方的大哥说要他一个人去 不准带手下 陈薇听后让七叔帮他传话 就说自己会准时赴约 七叔离开后 陈薇告诉小弟 明晚自己进去后 他多带点兄弟准备好家伙在外面守着 里面要有什么动静 他们就进去开看 隔天晚上 陈薇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了新南基地 这时陈薇的头顶突然亮起了一盏大灯 紧接着一个帽子男从陈薇的身后走了出来 陈薇认为对方实在是太嚣张了 刚来香港就敢和自己争地牌 帽子男夸奖陈薇很有种 居然真的敢一个人来 陈薇不屑地说 自己在香港这么久 什么世面没见过 听陈薇这么说 帽子男便决定让陈薇见见世面 说完他抬手打了个响指 紧接着一个麻袋从陈薇的头顶掉了下来 陈薇撕开麻袋 发现里面装的居然是七叔的尸体 接着在帽子男的指示下 房顶又亮起了树盏大灯 陈薇的小弟都被吊在了房顶 此后房顶跳下了几个人 将陈薇安在了地上 rive guitar 陈薇 陈薇 跟我来 你是谁 傍晚 回到家中的陈雄狠狠地和女友成长了一番 深夜 正在睡梦中的陈雄被一阵敲击声吵醒 他睁开眼睛 发现空中正飘着一个金色的像人字一样的图案 随后陈雄跟着金色图案来到了楼下的客厅 隔天来到医院的陈雄从大夫那里得知 陈雄已经永久性瘫痪了 来到病房 陈雄声音沙哑地让陈雄替他报仇 他要亲眼看到陈雄打倒八伯 陈雄听后紧紧地握住了陈雄的手 很快 陈雄就飞到泰国找到了八伯 此时泰国拳击协会的会长正在狂吹八伯的战绩 并说八伯在香港输了全赛是因为香港裁判偏袒香港选手 八伯为保持风度不予计较 虽败有荣 说完会长开始为八伯颁赠拳王腰带 陈雄尖撞上前一把抢国腰带扔在了地上 经过一番争吵后 两人约定三个月后 八伯再去香港和陈雄打一场比赛 八伯再来 陈雄刚走到寺庙门口 就有一个和尚过来告诉陈雄 他们已经等陈雄很久了 住持请他进去 片刻后 陈雄被带到了寺庙的住持面前 住持不仅知道陈雄的名字 还知道陈雄今天一定会来 这让陈雄很是诧异 接着住持为陈雄讲述了一年前 寺庙的大住持清兆大师 去香港收服降头师马骨素的故事 当时刚要离开香港回泰国的马骨素 被清兆大师拦在了机场 只是几个回合 马骨素就被清兆大师消灭 临死前 马骨素从嘴里吐出了一只蝙蝠 蝙蝠刚要逃跑 就被清兆大师抓住 将马骨素口中吐出的蝙蝠带回寺庙后 清兆大师先是将蝙蝠定在了法台上 然后又往蝙蝠的身上 浇了一些连度的圣水 漫蝠的身上 降头师飞到邪魔向前 发现自己的蝙蝠居然被人杀了 生气的降头师来到旁边的架子上 找到了一个装着内脏和老鼠的罐子 接着他拿出一只老鼠咬破肚子 将血都喷到了蝙蝠的骨架上 他一边朝骨架喷血 一边大声地喊着复活 片刻后 骨架在降头师的一声声复活中 缓缓地站了起来 与此同时 清照大师那边的蝙蝠骨架也跟着站了起来 之后降头师不停地敲着两根骨头 控制着骨架朝着门外逃去 此时回到房间的清照大师刚好看到了这一幕 他立刻拎起旁边的锤子追上骨架 将其砸了个粉碎 降头师被清照大师的这一行为彻底激怒 他坐到架子旁吹起了一个像喇叭一样的乐器 随着降头师不断吹奏 架子上一个罐子里的几条毒蛇 顶开盖子爬到了降头师身边 降头师抓起毒蛇 将毒液收集到了一个玻璃器皿中 接着降头师又从一个装着内脏的罐子中 取出了一个腐烂的人头 他先是敲碎头骨露出了里面的大脑 然后他一边念着咒语 一边将收集好的毒液倒了进去 将毒液和大脑搅拌均匀后 涛将被搅匀的大脑倒进一个桃罐里 然后放到火上加热 这个献的脑子中 在我身上的瓶瓶 在我们的拒绝 在我们的温暖 我们的温暖 在我身上的瓶瓶 瓶瓶瓶瓶 瓶瓶瓶瓶瓶 瓶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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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瓶 深夜 江头师悄悄地潜入寺庙 找到了清照大师居住的房间 为了不惊醒正在睡梦中的大师 降头是像壁虎一样 顺着墙壁爬到了清照大师的头顶 随后他掏出一个袋子 从里面倒出了两只蜘蛛 蜘蛛被蛛丝吊着 缓缓地落到了大师的脸上 截着蜘蛛从嘴里吐出了一根钢针 插进了大师的眼睛 就这样 双眼中了金针毒酱的清照大师 原济归真 本来清照大师已经修成金身 但是因为中了毒酱 他没有办法完成他的愿望 除非有人能替他解酱 清照大师在作画前再散进入住池 要把他的遗体放在瓦缸里 大师说三个月后的今天 有一位叫陈雄的人 自然会来帮他解除毒酱 还他金身 看来清照大师说的没错 现在他真的来了 陈雄听完住池的讲述 有些不太相信居然会有这种事 住池告诉陈雄 清照大师还说 等陈雄来了就请陈雄一起去开缸 如果他的遗体腐烂了 就把他马上火化 报仇的事就不必再提了 但如果他的遗体依然完整无缺 那么他自然会对陈雄有所启示的 说完住池将陈雄领到了 存放清照大师遗体的大缸前 看着清照大师的遗诏 陈雄想起了之前救他的那个和尚虚应 他有些不敢相信虚应就是清照大师 随后在住池的吩咐下 两个和尚用锤子砸碎了大缸 就在陈雄上前仔细查看遗体时 住池领着两个和尚离开了这里 陈雄刚要追赶三人 大师的遗体又出声叫住了陈雄 陈雄转身发现清照大师正在挥手让他过去 接着清照大师告诉陈雄 自己找他来是因为他的前世 跟自己的前世是双胞胎 所以今时他的命运跟自己相同 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 同样也会发生在他的身上 自己在一年前中了金镇毒酱 要是普通人早就死了 自己要是身体腐化了 那他也会死 自己的身体现在还没有腐化 全靠自己的修行 本来自己很快就能修成金身 但因为中了毒酱 所以就没有办法达到自己的愿望 陈雄认为清照大师说的这一切都是胡者 大师请求陈雄 看在两人前世是双胞胎的亲情 帮自己一个忙 陈雄没有理会大师的请求 转身就要离开 大师告诉陈雄 他帮自己就等于帮他 因为自己身体腐化的时候 就是他死亡的时候 他避免不了的 但陈雄依然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寺庙 之后回到酒店的陈雄 立刻就订了明早回香港的机票 优优独播剧场上 隔天一大早 陈雄就再次来到寺庙找到了住持 陈雄从住持那里得知 想要消灭邪魔他就得出家 这让陈雄很是无奈 随后陈雄经历了一番复杂的仪式 在所有仪式都结束后 住持告诉陈雄 他的法号叫凯蒂巴罗 之后陈雄便以和尚的身份 开始了寺庙的生活 并且他还在住持的指导下 开始了修行 这天住持将陈雄带到了一处河边 让他下水打坐 住持叮嘱陈雄 在水里不管发生了什么 他都要忍 刚在水里坐好 陈雄就感觉有什么东西 在水下定要自己 住持拿起旁边的树枝 抽着陈雄一下 让他不准动 要忍 陈雄连忙点头答应 等修行结束后 陈雄身上已经挂满了马皇 之后陈雄被放进了一个 外壁画满了符文的大纲中 大纲的四周 围缩着八个不断念经的和尚 每个和尚的手上都绑着一根绳子 绳子的另一端 都绑在了陈雄的手上 这时八个和尚的身体 突然冒出了红光 红光顺着绳子 进入了陈雄的身体 此时大纲外面的符文 缓缓消失不见 紧接着符文出现在了 大纲的内壁 陈雄见状立刻将双手 按在了纲壁上 符文顺着双手 爬满了陈雄的全身 随后纲口冒出一阵阵白烟 片刻后 整个大纲直接炸裂 陈雄缓缓地将双手核实 又经历了一番复杂的仪式后 陈雄来到了住持面前 这时旁边的和尚 点燃了台子上的主台 住持也开始接连询问陈雄 他是否愿意进身佛门铲除魔道 他皈依佛门有没有遵守戒条 他有没有犯过杀戒 酒戒 瘫戒 和色戒 对于住持的种种提问 陈雄都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见旁边竹台上的火苗都没有熄灭 住持告诉陈雄 他功德圆满 可以消灭邪魔了 白豪法阵后 降头士先是砍下了一只鸡头 将鸡血都淋在了四周的鳄鱼头骨上 紧接着每个头骨里都钻出了蝙蝠 随后降头士一边念咒 一边将死鸡扔到了陈雄的面前 地上的蝙蝠也全都飞起 朝着陈雄撞去 陈雄见状立刻开始念经施法 片刻后 大纲的虚影出现在了陈雄的体外 所有蝙蝠都被虚影拦在了外面 这时陈雄施法将体内的符文都印在了虚影内壁 紧接着所有蝙蝠都爆炸燃烧了起来 见自己的法术被迫 降头士拿起一个米罐 开始朝着四周的头骨撒米 并且口中还念着 魔神赐给这些米魔力 让它们起死回生 随着降头士不断撒米 地上的鳄鱼头骨都活了过来 在向陈雄的方向撒了一把米后 降头士指挥着头骨开始攻击陈雄 法术再次被迫的降头士 气急败坏地向陈雄竖起了中指 陈雄不在意地起身拍掉了深深的尘土 降头士用力地将手中的米罐 砸向了陈雄的胸口 被砸到胸口的陈雄直接飞了起来 并且胸口还被砸出了一大块黑色印记 看着陈雄的惨状 降头士哈哈大笑 接着他捡起地上的死尽内脏开始吃了起来 途中他反复吃了吐 吐了吃 慢慢地将所有内脏都吞了下去 接着他点燃地上的火盆 再次施法对付陈雄 随着降头士不断施法 砸中陈雄的米罐开始冒出大量粉色污泥 是这样地变成熟 比赛健和华 抗戇一边的正确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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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摩 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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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刚已破掉降头石的法术 陈雄就发现自己胸口的黑色印记已经消失 此时对面的降头石在念了一段咒语后 将一些浆糊一样的东西涂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接着他一边念咒一边将两根钢针插进了自己的脖子 片刻后 降头石的头颅直接脱离身体飞了起来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载来 太阳出来了 你还想跑 休想 就这样,陈兄消灭了酱头师,替清朝大师解除了毒酱,清朝大师也因此可以修成精神,住持告诉陈兄,他可以回香港了。 回到香港的陈兄第一时间就赶到了自己的女友家,两人一夜干柴烈火。 与此同时,三名胸前分别挂着蜘蛛、蜈蚣、壁虎的酱头师,施法知道了同伴已经死去的情况。 清晨,三名镜头师赶到了已死同伴的住处,三人先是从地板下抬出了一具裹着草席的尸体,然后三人割开草席露出了一具像被石膏包裹着的尸体,接着三人抓来一只鳄鱼剖开肚子取出了内脏,然后将尸体放进鳄鱼的腹中缝好肚皮。 另一边,寺庙里的和尚正在一边念经一边为清朝大师的遗体贴金,与此同时,陈兄和八博也开始了之前约好的全赛。 将尸体深深的驱虫用水冲掉, 下面露出了一具像石膏像一样的女尸,另一边,清朝大师的遗体已经完成了贴金,所有和尚都对着大师的金身不断扣手。 优优独播出了一边,知名最后的语言会有限从在那个章胰过程中的印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之后三人先是将脚腕的会物 喂进了女士的嘴里 然后又为女士戴上了长长的指甲 和一枚骷髅戒指 最后三人用一块紫色的布 将女士盖了起来 与此同时 陈雄和巴伯的拳赛已经进入了白热化 两人都挨了对方不少重击 另一边 将头师刚一揭开盖着女士的紫布 女士就立刻睁开了双眼 接着女士在庇护将头师的 施法引导下 走到了一个贴着写着生辰八字的 清朝大师照片的十项前 蜘蛛将头师指着照片 大声地让女士杀死清朝大师 女士抬手用指甲插进了大师的双眼 随着指甲的插入 寺庙里清朝大师一体上贴的巾 全部都掉了下来 而正在比赛的陈雄双眼也红肿了起来 最开始他只是眼睛变得有些模糊 但很快 他看人就已经有了虫影 片刻后 陈雄的眼睛就只能看到一片蠕动的虫子 八博趁机狠狠地暴打了陈雄一顿 眼看陈雄就要撑不住了 台下的陈雄连忙让小弟扔毛巾投降 摸着被扔到怀里的毛巾 陈雄固执地将毛巾扔回了场外 他决定一定要打倒八博 在又挨了八博一顿暴打后 陈雄找到机会一把抓住了八博的右脚 接着他飞起一脚将八博踢到了场外 随后众人刚冲上雷台想要庆祝陈雄获胜 陈雄就冲下雷台跑到了休息室 这时休息室镜子上的灯突然都变成了诡异的红色 陈雄的眼睛也传来一阵剧痛 他转身看向身后的镜子 发现自己的眼眶正在往外冒着蛆虫 陈雄被吓得连忙后退 但下一刻屋里的灯光又恢复了原状 陈雄的眼睛也恢复了正常 之后陈雄火速回到寺庙找到了住持 他跪在地上请求住持救救自己 住持告诉陈雄 有其他降头士加重了金针毒降的威力 清朝大师再也没有办法修成金身了 连带陈雄也结束难逃 陈雄听后慌张地询问自己应该怎么办 住持却反问他回香港后有没有破戒 住持警告陈雄千万不要说谎 陈雄想了想后心虚地说自己没有 见陈雄没有破戒 住持便打算安排陈雄跟降头士再斗一次 陈雄连忙说自己是打不过对方的 住持让陈雄不要怕 并说自己会助陈雄增加功力 之后住持将陈雄带到了一个距离寺庙很远很远的建筑中 Dann订阅一下 好 住持朝着佛眼里看了看后激动的对陈雄说 他终于找到了千年灵芝 陈雄听后也朝着佛眼里看去 发现里面确实有一颗千年灵芝 随后住持向陈雄要了一罐蜜糖 爬进佛眼 不断用蜜糖朝灵芝上抹去 陈雄疑惑的询问他这是在干什么 住持解释道 他要引些流铁出来 因为流铁这种灵异之物 只有在千年灵芝身上才能够收集得到 它是泰国义中含有的义物 如果我们把它放在人的身体里面 那它就会跟着血脉运行 摆邪不侵 陈雄又询问 为什么要用蜜糖呢 住持回答 传说蜜糖可以把它引出来 抹完蜜糖后 两人坐在旁边一边打坐一边等待 没过多久 佛像的左眼开始冒出一片片火光 两人上前查看 发现灵芝已经变成了金色 住持从陈雄那里接过佛链 爬进佛眼收集了一些流铁 随后住持告诉陈雄 他在危急的时候 将这粒流铁放进身体里面 流铁就会保护他了 陈雄询问住持 流铁进入身体以后会不会再出来 住持回答 要是他受到巨大的压迫 这粒流铁就会从他的眼睛里面出来 之后住持将装着流铁的佛链 带在了陈雄的脖子上 并叮嘱陈雄 他要时时刻刻都带着佛链 回到寺庙后 住持有摆好竹台 开始询问陈雄 没有破各种戒 现在你手持金刚般若 菠萝蜜精和阿弥陀精 会在佛祖前重复一次 你的誓言 你有没有放过九戒 我没有 嗯 有没有放过四戒 你为什么要说谎话 欺骗佛祖 你还问我 我要问你为什么才对呢 这件事本来与我无关的 无端端弄到我的身上 再没办法的话 我就要死了 我为了救我自己 当然要赌一赌了 我就不信破了色戒 就斗不过他 没有用了 你破了色戒 有欺骗佛祖 罪大恶极 你所有的法力已经消失了 请你马上离开 什么 叫我走 没那么容易 见了秦少大师我再走 他不会再见你了 他不见我 我去见他 你不可以去 为什么不可以呀 你算老几呀 陈兄刚一看到 秦少大师的遗体 就生气地对大师说 这些事都是他引起的祸头 现在所有的麻烦 都落在了自己的身上 自己为了他在受羊罪呢 他快点替自己 把他弄好了 见大师一直不说话 陈兄便嘲讽地说 他在这摆架子呢 上次他求自己的时候 怎么那么多话 这次自己有了麻烦 他就装哑巴了 来而不往 他太没意气了 见大师还不说话 陈兄愤怒地抓住 大师的脖子 给了大师头顶一巴掌 但大师依然没有反应 拿大师没有办法的 陈兄开始拆起了 大师的痰 就在他抄起凳子 砸向大师的时候 凳子突然凭空消失 紧接着一道金光 将陈兄击飞了出去 随后大师出声 告诉陈兄 到了这个地步 他发脾气也没有用 自己身体一腐烂 他也要跟着死 陈兄听后 不断请求大师救救自己 大师却说 现在他不能帮自己 自己也帮不了他 半个月后 自己的身体就会腐烂 他也会死 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看他能不能找到 佛门至宝 舍利子 陈兄上前询问大师 什么叫舍利子 大师解释道 他三代的前身 法号是密宗 蓝布伊达拉 当年他在尼泊尔死去以后 全部法力都在舍利子里面 陈兄连忙询问 舍利子在哪里 大师回答 在尼泊尔加德满都 纳陀佛陀喇嘛庙里面 很快 陈兄就乘上了 前往尼泊尔的飞机 他不知道的是 降头是用来对付他的女士 就坐在他的附近 到达加德满都后 陈兄第一时间 跟着一群游客 进入了喇嘛庙 之后他在导游的介绍中得知 这里确实有一颗舍利子 就在众人面前的巨佛手掌中 但平时是看不到的 只有在日出后 一段很短的时间内 当太阳光射进佛像眼中 在反射到手掌中才能看见 这是佛像传统独有的 舍利子发光现象 就好像佛像在守护舍利子 根据佛教徒的传说 接触过舍利子的人 都会受到庇护 这是一名外国游客询问导游 舍利子这么贵重 会不会有被盗的危险 导游笑着说 这座庙似乎受到了 超自然力量的庇护 到目前为止 未曾发生过盗窃事件 回到居住的旅店后 陈兄割开手臂 将那滴流铁 滴进了伤口中 接着他又咬牙缝上了伤口 做完这一切后 陈兄坐到窗前 开始闭目打坐 凌晨 陈兄面前的鲸筒 突然自己转了起来 陈兄的手臂也传来了 一阵阵剧痛 被他滴进伤口的流铁 开始在他的身体中 游走了起来 片刻后 鲸筒停止了旋转 陈兄也离开了住处 悄悄潜进了喇嘛庙 后悄悄潜进了喇嘛庙 没东西 老阿宝 阿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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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雄在佛像的手上摸索了一番 发现可能真的要等太阳出来 是粒子才会出现 这时门口突然一阵电闪雷鸣 紧接着镜头师用来对付陈雄的女尸 从外面飞了进来 女尸刚已落地 双手的鬼爪就飞出 抓在了陈雄的胸口 从佛像上摔下来的陈雄 连忙将鬼爪扯下扔到了一旁 陈雄刚一起身 就发现自己的脚腕受伤了 这时女尸抬手将身后的披风扑在了地上 随着女尸不断施法粘咒 地上的披风慢慢地鼓了起来 片刻后 一条巨大的鳄鱼从披风下钻了出来 女尸操动着鳄鱼开始攻击陈雄 无法站起的陈雄只能慌张地朝后爬去 在躲过鳄鱼数次攻击后 陈雄还是被鳄鱼咬住了裙子 慌张的陈雄一脚踹到旁边的牌子 砸在了鳄鱼的头上 接着他捡起牌子 不断朝鳄鱼的头上砸去 等牌子砸碎后 他又捡起底座塞进了鳄鱼的口中 但鳄鱼瞬间就将底座吞了下去 还好陈雄趁机从旁边的缝隙逃了出去 而鳄鱼刚好被缝隙卡在了里面 可惜陈雄刚逃过鳄鱼的追杀 就又被女尸施法控制住 女尸先是操控陈雄张开双臂躺在了地上 然后他用双腿夹住了陈雄的头 又用鬼爪抓住了陈雄的手臂 接着女尸起身将无数毛虫撒在了陈雄的身上 毛虫开始朝着陈雄的耳朵和鼻子里钻去 这时天明的太阳缓缓升了起来 阳光透过佛眼照在了佛像的手上 在阳光的照射下 射粒子出现在了佛像的掌心 旁边的蜡烛也全部自动点燃 射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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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见陈雄变成了蓝布衣大喇嘛 女士不仅没有害怕 反而还跑到陈雄身前用头发缠住了陈雄的头 陈雄抬手施法抓住了女士的腰和脸 片刻后女士的整张皮被陈雄扯了下来 这片刻后给我放车 切割上柳衣大喇嘛 车滑稀的角度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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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